你爸都这么大的人呢 还喜欢撕纸 妈妈 这可不是普通的 而是银行专门又来捆钞票 搭钞 捆钞票 可能钱去哪啊 这个笔记本相 新的一页被撕掉了 但只需要用签字 在下一页上图一页 就会显现出来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这里怎么有个密码箱 钱一定在里面 第一位按的密码 流知是最重的 7的按键 流知最重 所以第一位密码是7 这什么也没有 正好是六格 这六位密码 这就七笔组成 第一位密码的数字 也是我按着六格子的笔画 数据排数的话 那么密码应该是 7 4 3 3 7 6 密码正确 怎么是起负奶粉 奶粉 不过爸爸为什么 要把一罐奶粉藏起来 看来又有一个新秘密 等我破解了 好我马上到 这个新白奶的姐姐 很有防范意识 每天都会在门口摆一双男鞋 下张屋里有男士 只见有白色粉末 应该是在门口撒了面粉做记号 这老房子有这么危险吗 回家回家 呀回来了 咱住对门还没认识呢 让姐姐快回家休息吧 在医院上班很累的 啊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上班 姐姐先要有淡淡的消毒水位 并且就用大拇指和无名指握剪刀 甚至做手术时 标准的指检姿势哦 哎呀那不打扰了 有空来家里做客啊 好呀没问题 等等 先跟我来 怎么了不美 姐姐家里可能有陌生人 啊 姐姐是左撇子吧 过去几天 门口男姐的鞋带 都是左手记法 但是坚平 其中一只的鞋带 会成了右手记法 很有可能 有人在偷偷进屋之前 不小心采送了鞋带 为了延续痕迹 特意把鞋带还原 先叫保安吧